是因為跟羅振玉反面才會造成自殺 按照王冬明的罪述 王國衛跟羅振玉早年那時是情如手足 王國衛的大兒子王前明 娶了羅振玉的小女兒做媳婦 按這樣說王羅兩家還是親家 後來王前明就死了 在王前明的遺產分配上 王羅兩家就搞到不可開交 還打上法庭 羅振玉就一氣之下 將自己的小女兒帶回梁家 還寫信 罵王國衛就說他亡恩賦予 還要他還回曾經資助他的銀兩 撥虎鬧交就鬧完成交 文人鬧交就真是鬧鬧交交 那王國衛呢 又怎受得這樣的恥辱呢 想起來的話 真是早年又是靠羅振玉 大怯自己 那現在跟羅振玉又搞到反目成仇 眼淚自然往心裡流 所謂歡也靈聲 卑也靈聲 卑也靈聲 那些總因素才是促使王國衛自殺的真正原因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恩賦 以一為民絕望於清失的福望 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色味 一介書生有生無所據 當王國衛陪回於二和院長廊 回想起自尋者能於一剎那間 重溫其一生之穴力的爭議 雖奮生一樣於魚祖牽前 或者這個就是王國衛自尋的謎底 是否謎底這件事呢 見仁見智 不過我們從王國衛知死 以及他的人生背論 即是所謂的愛者不可信 信者不可愛 這些消極的人生觀裏面 亦都得到感人呢 是要有積極健康的人生觀的 這些亦都是我們的立身資本來的嘛 不管怎樣講都好 毫無疑問王國衛 作為我們最傑出的學術大師 最傑出的詩人 這件事是得到公認的 好了 多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各位觀眾拜拜